郭岳和李小强获得女双冠军 1比0 这一球 漂亮 在这种比赛中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 刚才王浩呢 是逐渐的成熟了 他说呢 放开了打 今天是22岁 1988年10月20号出生 王浩呢 今年是27岁 李马龙呢 是大五岁 是1983的成员 他胜30 30场 负11场 来自吉林的长春 后来呢到了八一体工队 解放军队 十二十五岁 十二十五岁 八一十五岁 四十五岁 一十二十五岁 四十五岁 出 漂亮 王浩的这板直的横拉 大家看到看台上 吴敬平教练非常的开心 这板球是一个外斜线 大家看滑板出去的 这样王浩第一局就以11比9取得了胜利 再开始 世界职业巡回赛中获得了五战的冠军 漂亮 亚军 漂亮 后啊就自己调动自己 秦志浅教练 他是马龙的主管教练 都立下汗马功劳 这球打的那边张继科 漂亮 马龙的反手一个反拉 好的 你看马龙现在站在中间发这个球 这也是一种使对方突然发生变化 这样马龙就以11比8取得 好观众朋友 现在第三季的比赛开始 看马龙这球脚的很貂钻 可打得漂亮 将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军生同志就提出来过 后来许少发在时任总教练的时候 亚洲为主 在全世界的前20名中有14名 自获得亚运会男子单打冠军的 就是1974年 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小项的全部冠军 八一荣胜中攻的肖球手胡云超 漂亮 又一个 漂亮 这个球马龙是削了一板 然后又反拉 在场上比分11比7 双方呢是已经打到了第三局 马龙2比1领先 稍后来看第四局 漂亮 目前马龙是世界排名的第一 心理上的压力小 往往呢也是 上大比赛里 郭越和李小霞是战胜了同队的队友刘诗文和丁明获得冠军 刚才在最后的争夺 中国队拿到 还有就是马龙的家乡所在地 安山市 马龙这段反拉不仅 然后第二局 马龙胜11比8 第三局马龙胜11比7 第四局马龙又取得了胜利 马龙胜11比3 连胜三局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五局的比赛 张继科和马龙 马龙一个年轻 马龙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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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就不是很明顯 黃浩的指板橫拉 指板橫打 橫打龍還是3比2 暫時領先 橘開始 是 走 走 發展還是非常迅速 尤其是中國乒乓球超級聯賽 南區 陸南區舉行的這個比賽的時候 乒乓寶貝的風采大賽 有幾百萬人參加 這是和諧社會盃的比賽 3比2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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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有什么事也不跟家里说 怕给家里增加负担 在这场比赛之前 中国选手郭岳和李小霞进行了 翻边了 漂亮 打球9比7 半高抛 王浩把球拉起来 形成队拉 结果王浩拉丢了 漂亮 然后到医院呢 经常去医院 拼搏的能力 敢于搏杀 拉起来 反拉 再来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一板反拉角度非常到位 然后他随即迎上 紫尔虞 马浩 反手拉球 终于以12比10 取得了第6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4比2 战胜了王浩 我们纵观今天整场比赛 我们感谢